每逢年初,多數文章都聚焦於預測未來一年將發生的事 當然準省度見仁見智 基金經理Ban Carlson則反其道而行 在文章中預測一些,必定不會發生的事 其中一項預測,是無論經濟走向如何 都不會令多數人感到高興 Carlson舉例,當利率異常低企 故事的主角是現今存戶等於被懲罰 因為存款不能生息 到利率走高後,又有人會控訴美國夢已死 因為難以進行借貸 通脹也一樣,低通脹時期苦主是勞工沒能加人工 到通脹升溫,故事則變為薪資上升影響物價穩定 Carson指出,非常不幸地,不論經濟環境怎樣 總有贏家與輸家 如2023年步入衰退 某些人和某部分企業 將會受創教深 相反,若經濟營能維持增長 則又有些人與企業 受惠程度會跑贏其他人或對手 而且贏家與輸家更沒固定準則 會隨環境與不同時期改變 如Carson引用聯儲局的報告 2001年與2008年衰退後的復甦中 以高新階層較為受益 相反,2020年逆後的復甦 則以基層人員薪資增長最大 而高新階層則較落後 所以無論如何,一定有人歡喜有人仇 另一個一定不會 則是組合中一定有某些資產 不會有所表現 當投資者持有多於一個資產類別 一項證券 或使用多於一種策略來操作 組合內總有不如意的部分 Carson指示場上有據老話 分散投資意味一定感到遺憾 即使2023年不再出現去年慘況 但要所有資產類別都一樣紅火 無疑是要求過高 分散投資要在長時間內生效 一定要付出短期間 重資產中有些表現不理想 作為代價